好 因应了开学 现在在下午的最新记者会当中 其实也公布了 包括了儿童口罩 又有改了变了一些小的心智 包括第一个是 放宽了购买的日期 13岁以下的小朋友 一个礼拜7天都可以去购买 不会再受到身份证 是单数还是偶数的限制 还有第二个是 本来的代买名额只有一个 但现在放宽了 最多可以拿三张小朋友的健保卡 去代买口罩 还有包括第三点 可以买成人的口罩 这依然是不便的 你可以买小朋友的 但是你也可以去买 成人的口罩是两片 如果是小朋友的口罩 就是四片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包括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 竟然也被拿来当作 攻击别人的工具 还有谣言不断在网路上产生了 首先第一个谣言是 在万华有一间阿公店 里面有一个红牌的九小姐 说她确诊了武汉肺炎 而且还去医院里面去了 但事实上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毁谤人家的工具 因为钱同时不满 客人全部都被这个红牌给带走 到另外一家店去了 这是恶意重伤 还有在网路上谣言 说你只要去买八头的大蒜 整一整颗的大蒜 然后加七杯水煮熟 连吃待喝 一个晚上午费就会好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医生说目前没有药物疫苗 所以这个偏方毫无根据 另外这个谣言 乍听之下 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 里头说到了说 其实你不用去囤积口罩 也不用买一整盒 你只需要买15个口罩雇用了 原因是因为 第15天第一个口罩 病毒都已经自行隔离14天了 乍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 但其实是错误的 事实上是 这所谓的14天隔离 是这个病毒 在人体里面的潜伏期 并不是病毒在口罩上面的存活时间 当然为了防疫 包括了从昨天开始 四大超商都在卖了防疫酒精 也被民众给抢翻天了 我们带您去独家直击 台湾的酒厂在加紧赶工 巨大银色粗糙筒 一桶桶排排站好 员工检测仪表板后 再按下按钮启动机器 透过东森财经的镜头 带着观众之急 全自动酒精的制造过程 开始落筒 制造酒精有三大步骤 第一步就是要把 95%浓度的酒精 加水调和成75% 40分钟后 再经过第二步的管线 过滤法去除杂质 我们做的是实用酒精 那别人家的 可能其他的化工厂 做的是工业酒精 所以这一次食药署 要求我们的酒精的话 是希望说它变成一个干洗液 不会伤皮肤的 制成不能马虎 检视完一瓶瓶的 褐色回收玻璃瓶 才会在运输带上缓缓前进 等待机器注入酒精 装瓶盖和贴上标签 但在最后装箱之前 还要经过人员目测瓶馆 目测就是怕说我们的酒益 没有到达标准 或者是里面有杂质 那我们有我们人工 再一次看一下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拿掉 做酒精不难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供应量量的问题 所以我们增加产线加班 这次酒厂特别为了疫情 分配五大酒厂 加工感制防疫酒精 每天生产量高达20万瓶 并表示产线不会断货 台湾的酒厂为疫情 全面动起来 东森财经新闻 东奥药神还有三军统帅 一部32年前的日本动漫 竟然开始神预言了 接下来的新闻内容 除了要深度探讨 南韩沦陷的真相之外 还要揭开日本 面对了惨重的疫情 他们还是坚持 要办奥运的幕后真相 首先是南韩 累计到今天目前为止 已经来到了确诊977例 即将突破千人 最严重的传染 一个是新电梯教会 另外一个就是医院 但是最恐怖的是 这波疫情 已经侵略到了南韩的三军 三军统帅 文在寅的健康 恐怕也备受威胁了 首先来看到是这波疫情 对于南韩的备战状况 陆海空全面沦陷 在陆军的部分 影响是在美韩的军演规模 恐怕即将要缩小了 而在海军的部分 有一个士兵 他已经确诊被感染了 你知道吗 这个海军的士兵 他是操作海上巡逻机的 现在因为一个海军被感染 所以全中队都在隔离当中 因此现在没有人 可以去驾驶 这样一个海上巡逻机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还有在空军 有一个中卫 他也确诊感染了 在之前 他曾经到过大丘 去帮忙支援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感染到了武汉肺炎 而在这个地方 这个空军中尉他所在的 珠杂地点 刚好就是三军司令 总部的所在地 在这边有大批的南韩高阶的 将官官领 还有他们的家属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是 有一个黑豹部队的上尉 也被感染了 后来发现的背景 是他的女朋友 也是新天地教会的信徒 而现在包括了南韩他们宣布了 三军全面要进行休假管制 另外我们说到 难道青瓦台也即将要爆发群聚感染了吗 就在青瓦台 距离大概是一公里左右 有一间医院 在这间医院里面 出现了有一些确诊的患者 结果现在导致青瓦台 有20名的警卫 也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也到了这间医院里面去就诊 所以这20名的警卫通通都被隔离了 不只是青瓦台的警卫而已 连青瓦台的消防员 也跟武汉肺炎的患者 同一天去看病 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了 距离青瓦台这么的近 而且警卫消防员 全部都有的被隔离了 有的是直接 可能当天有去就医的状况 有密切的接触 所以很担心 文在寅的身体状况 再来看到的是 在日本方面的讯息了 现在有一部32年前的动漫 几乎是神预言吗 在这张海报的截图当中 在日本的翻译之下 是东京奥运在开幕前的 147天会终止 在漫画里面说的原因 是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但是我们来往前推 这147天在32年后的 日本即将在2020举办东京奥运 日期是7月24号 如果往前推147天 是来到2月29号 再过几天 所以现在网络上面都在流传说 难道东奥真的会停办吗 再来看看了 为什么他们坚持一定要办东奥呢 其实背后是有幕后原因的 1964年当年东京举办了一场奥运 包括了新干线 第一条盖好了 还有东京的地下铁 以及宇田机场的电车 还有首都的高速公路 就是因为在战后 他们甩开了战败的阴霾 透过这些实体建设 变成了要上国际舞台的一流国家 再来他们要举办的是 2020东京奥运 如果没有这波的疫情发生的话 原本4月份 习近平要到日本去访问 但现在恐怕也出现了变数 还有7月份 原本可以风风光光的去迎接奥运带来的人潮 观光客跟商机 还有大批的大陆观光客 但如今可以正常举行吗 也是打了一个问号 所以他们非常期盼 2020能够再跟之前一样 再度要上国际舞台 好了 这两天也是川普到印度去参访的这两个时期 但是大家都知道 川普当然背后有他的目的的 第一个是要解决经贸关系 第二个是他希望能够去吸引 大量的印度裔的美国的选票 但是印度当然自己也有自己的盘算 印度包含了川普来访之后 直接军购大理来跟川普示好 所以川普获得了2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订单 但是印度背后在想什么 印度是希望趁着现在 中国大陆的疫情不断在延烧 他希望能够取代中国大陆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药房 为什么他可以当最大药省呢 因为中国大陆有400家的药厂 现在都关门了 所以美国也很担心 抗生素一些药的原料恐怕都会短缺 而且美国有八成的药品 都是依赖中国大陆 恐怕出现锻炼危机 现在他们要抢当世界药房 有优势吗 有的 四大优势 首先是美国本来就会跟印度去买药品 而且印度有三分之一的药 都是卖到美国去 还有第二个是 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成本很低廉 以及第三个 学民药售价很便宜 第四个是当地的印度政府 其实他们是允许药厂 可以来做仿制药的 任何国家研发出了一款新药 印度他们可以在两个月内 就可以来做仿制 这么国际消息 其实包括了疫情在意大利一系之间 也变成了欧洲最严重的国家 在超市出现了民生物资都被抢购 米兰 威尼斯都受到影响 但外界更担心的是 意大利的北部跟德国 法国 瑞士 而且非常的连接 因此疫情如果蔓延开来 恐怕有更多国家都会沦陷 感谢观看 如果我们的认误会认识 至于是有点误会认识 可爱 5 感谢观看